男人就是要不到的最好 你知道吗 所以呢 那问题就来了 我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办法嘛 男人追女人是这样 男追女隔成三 可是女追男隔成三 尤其是条件这么好的女性 你要知道 名人有时候自己会防备 因为我不知道你要干嘛 像有一个以前 几十年前有一个 录影完毕写真女星 约我喝下午茶 就谢谢 敢通告 无意无意 我问你意外的个性 你如果走路的人给你摸 我没可能甩掉 我母亲一定告诉你甩掉 问题是我们没可能做这种事情 人家给你摸 你甩掉我感觉很没办法 那一集就会怎么办 拍一张照片就正好 这些什么都没有 你如果有就算了还没有 问题来名人会有防备 但是名人的先生 我告诉你 他就是个素人 他可能没有防备 而且你又是好朋友 又是闺蜜 女追男隔成三 当他穿手过来的时候 我讲我自己的例子就好了 虽然我已经见多识广 我是社会记者 我刚刚翻唱 九点九九九 地下五天 我不知道 起车就八百了 我到有一天才知道 有一句台湾的这个成语 是什么意思 卡不下练去 我认识的一个女性 然后呢 长得很漂亮 然后我就好朋友 有一天突然间 我听过他很多传言 但是都仅止于传言 一直到那天 有一天 刚好和我讲话 突然间 那天刚好处处可怜 刚好遇到什么事情 对方突然间把他的手 放在我的臀部 我跟你说 我真的卡不下练去 为什么 我从脚底 我不盖各位 我不是从头上 我是从脚底卡不下练去 你的卡不下练去 但其他地方收起来 没有 我就僵硬到底 我就成为一个雪人 站在那个地方 为什么 我心里面第一个想法是 砰一下说 原来传言是真的 你知道 但是我问你 我第一个想到 他第二个想到 他第二个想到是 伦母绝对没办 我说 千万不改 不能这样做 你知道吗 但我问你 你感觉你太太阻碍你很多好事 不是阻碍我好事 因为如果是被我太太知道 我跟我们四爷 我只用一条 可是你要知道 有几个人能够 如果他开口了 那你怎么办 有几个人能拒绝 武导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苦 他外遇这个事情 好像几百年 几千年都没办法解决 不过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 这样说 分音到一个阶段 如果两个人中间 有一个部分是不能 其实戏里面有 他还讲过一件事 就是分音经过一个 分音跟一个楼子 你如果会过 分音跟一个楼子 分音跟一个楼子 楼子会 你过不过 你如果放一个新茶下去 它会慢慢温度会降低 会烧过了 他就问他说 新茶是什么 他就说 可能共同的旗胎 共同的愿望 还是要当街打拼 要撑过一个困难的决心 一定要有很多 便手自足 对 新的东西 如果我们分音都没有的话 其实我们用 这么多年的分音经验来看 其实它很容易 如果没有一共同的期待 或是共同的愿望 它真的是很容易 很容易吸掉 其实我们 我有很多社会的东西 这个地方就是 其实这个蜜 所以要一段添加材料 对 就是要放在茶会 但是这个茶会有几百种 有些人可能要去找 好 没关系我拼手 另外一种人去找爱情 找爱情 就像一个油 我才睡不着 我吃一个爱情料 还是说我焦虑 我拿一个爱情料 这个爱情料可能是爱情 这就是比较小三 那这个是不是有效 是不是真的 我们改革你现实的问题 有可能 但是长远来 所以我们是又大大负担 是 对吧 就是吃一个人 心情不太可以 他去吃毒 那毒又又来 另外说 有的是说 我睡不着 我吃一个安眠药 你后面会被依赖 这个东西少不吃 是不是 所以都有可能 对 这最大的问题是说 这个氛围的国庭 如果有常常去找烤火 来去 没有 很有道理 那像刚才靖之公 他们其实是很干净的关系 不然在这里牌 在这里牌 他们老公跟他说 我们到底很清晰 就没有肉体上的关系 不一定 不一定 我们不知道 我们没看到 老公说的 老公也不一定相信 大家误以为说 小三好像都是为了仰慕钱 所以他就跟他在一起 未必的话 为什么呢 我在三十几年前 当社会记者的时候 很喜欢跟警察去抓奸 因为那时候 跑中山分局 那么常常在门口 跟门岗警卫聊天 常常会有原配带着家人 他带着朋友来跟警方求助 因为他知道他先生 跟人家去哪些宾馆饭店 他要抓奸 那来跟警察求助 那警察会叫派医所的员警 跟他去嘛 那我们就会跟着去 不过我蛮讶异的一件事情是 本来你都以为 小三一定是比较漂亮 然后比较艳丽 其实根据我这样子 跟着警方去采访的经验 十个里面有超过六七个的小三 长得都不如他的这个太太 跟我们想象中不一样 但是武短必有一场 不管是小王也好 还是小三也好 他们一定都有他原配没有的东西 比如说他长得没你漂亮 但是他就对你的先生很好 你知道吗 有些人 那么我问你 现在很多 不是在替外遇合理化 但是很多太太 因为他要照顾家里 又要照顾小孩 又要照顾先生 所以他常常化妆是为什么 为了出去应酬 为了出去这个 参加喜宴 还是参加宴会 但他回家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卸妆 你永远不是把最漂亮的 那个一面给你的先生看 你知道吗 常常这样子 但外面的女人不一样 外面的女人会讨好你的先生 那所以 大家要注意这件事情的 刚刚洪瑜问到说 都是为了钱吗 不是 那他是为了什么 都为了体力吗 不是 为什么 因为你过了免修片 中厚很厉害 厚就是四十 等到你五十秒 我跟你的观众很多来挑战你 挑战没有问题 都出一家家而已 有段庇佑一场 出一家家而已 我等会来 那家家也很容易 我等会来 五十岁以上 那二十几岁 欢床女子 落你三天你就争了 你都阿婆我先退 才三天 比阿婆我先退 男人要的也不是性 男人要的是这里的性 你不要以为它是要肉体的性 我每天外面的女人 小三跟你这样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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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男人大概一个月就在争 你知道吗 问题是他要的是这个 他要的那个性 其实是加很多的东西 仰慕 然后让你觉得 那么你是最棒的 让你重返年轻的时候 你知道吗 觉得你是很多人要的 那么我认识过 认识过一个朋友 那么他的太太非常的漂亮 但问题是 他最后有的小生 被他太太来捉肩 那个是很不幸的 为什么呢 最后离婚 弄得很难看 但是呢 当他这个太太 带着他的公婆 小孩一起去 他就是为了看看 你的地方面看 你带出来的孩子是怎么样 你后面就想让自己的孩子看 你爸爸是怎么样 可是你没有想到 事实上对小孩 伤害是非常大的 你知道吗 结果呢 那么最后呢 冲进去以后 因他的先生 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小小一个 这个等于说 那么sales这样子而已 他不是什么 有很多钱干什么 他跟这个小三在一起 这个小三都没有花他一毛钱 甚至于都是小三 带他出去 但是小三都要求 这个中年男子 对不对 你要干什么 你要骑摩他载着我 然后我可以抱着你 然后给我载到淡水的海边 可以去听风的声音 然后这个先生要什么 那这个机型车也可以坐得到 但是他喜欢那种感觉就是 我们两个甚至于可以去 这个路边摊共吃一碗蚝蚝蚝蚝 但这个男的呢 会把蚝蚝蚝夹起来喂他吃 有的女人要的是那种感觉 你不要以为女人要的都是钱 要体力找小狼狗就好了 找你干嘛 找你一个中年大叔干什么 对不对 可问题是他要的那种感觉 那种feeling 那种感觉 那还有一种人士 要小心闺蜜 有时候不要太相信 你周边太太旁边的闺蜜 太太不要太相信 有一种女人士 为什么你可以过得那么好 为什么你跟你先生 可以过得那么好 我跟你讲 高超应该听过 我们台湾有几位 专门在收集名人 跟名人的先生 真的有好几位 高超你要小心 刚瑞德说 有一种女生很恐怖 就是她会收集别人的老公 对 那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他们那种 这种条件通常都不错 因为他可以去收集 当然条件都不错 他可能非常地高挑 然后刚刚不是讲年轻吗 然后又高瘦吗 可是很奇怪 胸部又很大 然后他要有他的条件 就以昂迦堂合管 反正现在微整形 整形那么方便 他可以很漂亮 然后很高挑 条件非常好 而且可是他又不能太风尘味 男人很奇怪 那么男人尤其是有钱的男人 他在风月场所 见到那么多了 所以有时候那种风尘味太重的 风味有没有 他没清楚 我说特别我两三万就 就接下去就OK了 这关男人他没清楚 他要的是什么 很多男人要的是那种 谈恋爱的感觉 我们台湾酒店里面 制服酒店拖光光 便服酒店 很高傲 生意最好的叫礼服酒店 什么意思 穿着礼服来有没有 就给你拎 就给你拎牙 拎牙之后 我跟你讲 这一套男人吃这一套 性只是一个诱惑 荷尔蒙诱惑 最主要是这个 你知道吗 所以一种女人 我自己也见过 那么刚好有朋友 宏毅也认识的 然后我跟你讲 事实上专门收集名人 跟名人的先生 为什么 尤其是收集名人的先生 是一大挑战 我只要你跟他上了床 你知道吗 听过那个贴邮票吧 收集邮票 邮票 邮票 邮票贴上去 集满集邮 我就很高兴 不是男人这样而已 女人也不要叫 邮政博物馆 那很可怕 我们还真的有名嘴 都这样子沦陷下去 因为我这样 我也认识的吗 很熟吧 几个字 大部分那三个字 我现在在分析案例 你不要分享 为什么 因为男人跟女人不一样 男人要追女人 我等一下就拍一追 你看还要带到 那个法国餐厅 去吃那样 他不点头 我们以前台北市 有一家那个 蝙蝠酒店 他的女人号称 你给我丢三百万 我都不会脱裤子 为什么 老板说 因为这样子的时候 我每个女性的 坐台公关 对不对 都是最高档的 因为男人就是 要不到的最好 你知道吗 所以呢 那问题就来了 我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办法 男人追女人是这样 男追女隔成三 可是女追男隔成三 尤其是条件 这么好的女性 你要知道 名人有时候 自己会防备 因为我不知道你要干嘛 像有一个以前 几十年前有一个 录影完毕 写真女星 约我喝下午茶 就谢谢 敢通告 不可以 我问你意外的个性 你如果走路的人 跟你摸 我没可能摔掉 我妈一定告诉你摔掉 问题是我们 没可能做这种事情 有人跟你摔 你摔掉 我感觉很没办法 那一集就会怎么办 拍一张照 你没办法 这些什么都没 你如果有就算 还没有 对吧 问题来 名人会有防备 但是名人的先生 我告诉你 他就是个素人 他可能没有防备 而且你又是好朋友 又是闺蜜 女追男隔成杀 当他 穿手过来的时候 我讲我自己的例子就好了 虽然我已经见多识广 我是社会记者 我刚才翻唱 九点九咖 地下五天 我不知道 起床就八百了 我到有一天才知道 有一句台湾的这个成语 是什么意思 卡尾练去 我认识的一个女性 然后呢 长得很漂亮 然后我就好朋友 有一天突然间 我听过他很多传言 但是都仅止于传言 一直到那天 有一天 刚才跟我说话 突然间 那天刚好 楚楚可怜 刚好遇到什么事情 对方 突然间把他的手 放在我的臀部 我跟你说 我真的卡尾练去 为什么 我从脚底 我不盖各位 我不是从头上 我是从脚底 卡尾开始练去 你的卡尾练去 其他所在烧起来 我就僵硬到底 我就成为一个雪人 站在那个地方 为什么 我心里面第一个想法是 蹦一下说 原来传言是真的 你知道 但是我问你 我第一个想到 他第二个想到的时候 伦母绝对不错 我说 千万不敢 不能这样做 你知道吗 但我问你 你感觉你太太阻碍你很多好事 不是阻碍我好事 因为如果是被我太太知道 我跟我们四爷 我只有四爷用一条 可是你要知道 有几个人能够 如果他开口了 那你怎么办 有几个人能拒绝 医院这个 因为老实讲 原配 原配大部分就是 发生 看到老公这样的时候 大概很多人 就是学习切实底里 要死要活了 然后就要保护 要谈判 要干嘛 那在现实生活里面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建议 你是说 遇到第三者的情况 对 就给一般人 你的观察 我觉得现在女生 还是要先学会独立 你在经济方面独立 精神上面独立 的情况下 你比较可以应付 万一生活里有什么 像这种比较大的波折 发生的时候 对 那我觉得早期的女性 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子 可是2023年的女生 现在的女孩子 跟以前不一样 所以你们刚刚不是说 现在的什么 离婚率 还是外遇的情形 并没有减低 我觉得那是人性 可是对于 现在的女生来讲 我相信那个 她以前来到外遇的比例 我认为更高 因为你刚刚讲 女性可能就是 经济上独立 对 但是我觉得现在女生 可以学习的是独立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不管是精神上的 或者是物质上的 就是经济方面的 对 这跟以前 就现在女生 跟以前不一样嘛 对 我们有更多的能力 可以去过好 自己的生活 对 我觉得经济上的独立 很容易理解 我有一个头脑 我不用扣扣 以前是说 女性的经济上 就不独立 所以就要扣扣 那精神上的独立是什么 我觉得要有 自己的生活跟兴趣 比如说我跟一些 太太们朋友聚会的时候 我到后来就会晃手机 因为他们大部分 大部分聊的话题都不拖 老公跟小孩 对 就是 十个里面发个 已婚妇女的聚会 就会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是单身 我就会觉得非常无聊 我想说难道没有别的话题 可以聊了吗 你们的生活重心就这样子 对 大家好不容易出来聚会 我觉得女生会这样子 你说十个已婚男生聊的 绝对不会是老婆跟小孩吧 嗯 等一下我 等一下我还问这三个 这是好问题啊 女生聚会都在谈老公 多半十个里面有八个 比例蛮高的 他们是在骂老公还是 也不是他会说 他老公怎么样怎么样 讲一些很琐碎的事情 讲完就讲小孩 然后这个人 讲完他老公就换那个 我那顿饭就会很无聊 换句话说 你发现现代女性 很多人在精神上 还是很依赖老公 对没有错 我觉得太多已婚女性 我看到了身边的朋友 他们的即使已经 就是说已经一把年纪来 不是新婚 可是你所有的那个焦点跟重心 还是在老公身上 还是那个男人 那如果在现实上说 你有婚姻 然后你发现老公 你会放生他吗 如果现在的话 这个事情的话 我觉得我会因为我感觉 我现在比较可以理解 随顺姻缘 就生活上的很多事情 不要太勉强 然后我也比较可以理解 什么是缘起缘灭 因为婚姻我们多半都是用 法律的角度来规范它 然后是大家这个社会 共同的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我们进入活法了 缘起缘灭 可是你活得够久之后 你会感觉说 很多事情不是这样 可以用条例去规范的 特别是感情这个东西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感情会起来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感情会没有了 生活上有太多的事情会磨损它 我觉得很难 安隆 男人到底都在说什么 没有 青菜讲 大家欢欢欢笑笑笑就好了 对啊 就把酒圆欢大家都开开心 然后讲讲屁话 男人到底都在说老公 你们都没在说老婆 老婆就没什么好说 我们大部分聚会都会先家庭聚会 然后比较晚的时候小孩该休息了 小孩就先回去睡觉 然后我们几个男人在聊聊天打打屁这样子 其实真的没有 我觉得谈的内容一点都不影响 但大家就很快乐 那个欢乐气氛是OK的 我觉得就够了 我觉得应该是说那个男人到点的时候 说话的灵魂 他的营养就来自蜡蜡蜡 对蜡蜡蜡 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那就很轻松 蜡蜡蜡蜡蜡快乐 男生一起比女生在一起聊天更轻松 因为女生比如说 他突然间发现 他带了一个钻戒 或是项链 宝石什么 心里面就会有一种不舒服或什么 会嘛 这笔狗就好 男人啊 我是不是也要去买一个 男生其实没有 男生互亏 那种亏到女生只要讲那一句 可能就翻脸了 男生都不会 对 下次来又再继续这个话题 男生 alltid 女生都不会 男生都不会 男生都不会